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十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 对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六咒谈经》 智诚在六咒面前的一些 包括他最后对戒定会善学的一些领悟 也做了自己的一些反馈 做自己的一些开悟方面的印证 然后释然知 上师已经认可了他 已经知道了他的所谓的 下面说到 佛语成语 如是戒定会 劝小根之人 我戒定会 劝大根之人 若无自行 也不离菩提涅槃 也不离解脱之间 他这里讲到六咒进行对智诚 说 你的师父他所传的戒定会善学 实际上是对劝小根基的这些职人讲的 因为诸我莫作诸善封信 持经其义 这三个分别戒定会善学 相当于佛陀初传法论众生的根基那样 这是从一个层面了解戒定会善学 诸我莫作诸善封信是这样了解的 这样相当于是小乘或者根基比较低劣的 就像现在大多数的人可能所谓的佛教 已认识到行持善法 断除恶行 这样的境界大家都会认可的 这是对小根者劝他们行持的 我戒定会善学劝大根之人 六咒他自己所讲到的戒定会善学 就是不愿空性来摄持 再降生一点以光明来摄持 那这样一般的小根者无法接受的 只有禅宗不供根基的这些人可以了解的 所以我戒定会善学的解释方法应该大根之 其实我们去探经的时候应该很多 关于密法 大成这些道理讲得非常好的 说实在有时候看六咒不认识字的 这样的一个大成就者他所宣说的论典非常惊讶 大家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人虽然文凭很不错他的整个知识 但是可能我们只有在字面上 而真正内心的领悟和对佛教教义的深度 绝对没有他那样 若无自信如果真的无了万法的自信 那在这样的自信间接当中 果位的菩提涅槃也没办法建立得 无破业 无利 如果果位的案例都没有的话 那么能建立果位的解脱政见 我们解脱的政见 所谓的人物 法物或者抉择空性的 许多的这些推理 修行这些都无法得到的 因为像果都得不到 在我们自信上面是完全可以现前的 当下所有的果菩提都圆满的话 能抉择他的政见怎么会得到呢 是没有的 无一法可得 方能建立万法 若皆此以业命佛生 以命菩提涅槃 以命解脱之间 如果通过抉择也好 通过开悟也好 已经获得了一无所得 真正的 剥落的无缘境界 那个时候可以建立万法 在世俗当中 它如虚幻般的万法 可以得到的 就像中观里面讲的一样 空性当中也可以 能差别种种现象 若能了解这样的意义 那就可以称之为佛生 也可以叫做生意地 也可以叫做菩提涅槃 也可以叫解脱之间等等 所以万法仁波切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也讲 如来藏 光明 明空无耳 大乐不坏明典等等 这些也是一个意思 在不同的经典和不同的续部当中 有不同的名唱而已 坚信之人得以利益 不利益得 乃取自由 无耻无益 应用谁作 应与谁打 普坚化身 不利自行 既得自在神通 犹息善魔 使命坚信 什么是坚信啊 我们禅宗经常说是 明行坚信 明行坚信 但真正的坚信之人 在他的见解上 和在他的修行 行为上 就一无所得 没有什么利也是得不到的 不利也是得不到的 破利都没有 讲《定戒宝党论》的时候 破和利都要遮止的 真实实义当中 一切破利都没有 一切的利和破都没有的 一切的来 去 这些都是 比如说在我们生活当中 犹如日月不住空 整个在获得一些境界的一些菩萨来讲 他生也好 死也好 来去都是自由的 他在任何的六道轮回当中 取来无碍无助 没有任何助碍的 他做任何事情也是随缘 随随 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 世间人有时候 来去也没有自由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最后现在很多世间人 对这个工作推进不下去 要做这个工作 没有进行 没有进展 很多人特别挂碍 特别执着 到一定的时候 好像对人生也是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 从高楼大厦上面跳下去了 很多年轻人也跳 大学生也跳 领导也跳 所以高楼大厦现在人来讲也是一种 去往净土的最好的一个途径 也是一种 但实际上真正获得了艰辛者 他任何一件事情做也是随缘 就像我佛教里面讲的 运用自如也没有什么的 比如说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能成功呢 他也是缓缓心心 即使没有成功的话 他也不会因为 一次而昏厥 一次而痛苦 伤心 欲厥也不会的 更不会一个菩萨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做成而自尽自杀 这样应该是没有的 菩萨自杀应该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 肯定不是菩萨了 自杀的这些都是凡夫人 显现上有没有菩萨自杀的 我也不知道 好像在佛的传记当中从来没有吧 因与随大不管是任何问题的话 恐怕有些凡夫人别人问问题 别人对你采访特别不自在 不自由 觉得好像自己说也不对 万一说错了怎么办 因为有了一个我执在作怪 如果没有这个我执 没有这种阻碍的话 那说什么都是作为菩萨的话 在世间当中一切的苦 乐 一切显现 非常随意 非常自在 普遍化身 不离自信 在世间当中 它会显现各种各样的化身 实际上都 波涛没有离开大海一样 它没有离开过自信 既得自在神通而一切的悟通 最后的六经通 这些自由自在 并且在世间当中 一切都是游戏沙漠 在世间当中无有执着的 没有把它当作真的一样 玩游戏一样 一切都是幽安的现象 这就是真正的践行者 很多人现在自己认为 自己是明星践行者 但是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真正有自想的烦恼 有自想的这些烦恼的时候 确实也是不一定是艰辛者 原来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老乡 有一次到我这里来 然后他就开始哭诉 他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他跟敌人之间的事情 边哭 边伤心的 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坑布 然后他身体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他最后听了听 听了一会儿说 哎 这些可怜的世间人 他们怎么会是如此的执着啊 他说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后来他自己心脏不好 他有点心情不好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坑布说 哎 这个坑布啊 如此的执着啊 太可怜了 后来他显现上哭起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别人 确实有些时候 这些世间人是很可怜的 本来不应该执着的东西 他就特别特别执着 在这个时候我们自身好像没有遇到痛苦 没有遇到伤心的事的时候 我看别人好像修得很差 没有这个境界 怎么会这样哭 怎么会那样执着啊 但是一旦这个问题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定的修行境界的时候 可能自己也会同样地玩游戏 也会执着为真实 当真的 会哭 伤心 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要看到自己的修行 在什么时候可能快乐的时候 大家都也会说得来 修行人应该怎么怎么做 但是当你真的痛苦了 尤其是遇到了特别不顺义 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看你能不能淡定 看你能不能真正地镇定 这个时候要靠自己的境界 所以坚信者我们不能说大话 现在有些人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坚信着 到处就说我现在如果通达了什么什么 但实际上自己要再三观察 有些应该会见到了自己心的本性 临时之前也会继续积累资粮 但是自己也得到把握 不会堕入恶趣的 那么自称再起四月 如何是以不利呢 刚才不是前面说是 坚信之人利也不得 不利也不得 不利也得 那利和不利都得到的话 到底这个不利的意义是什么呢 下面讲到 四月 自信无非无耻 无乱 念念不落 观照 常理法相 自由自在 终恒尽得 又何可利 自信自无 顿无顿修 业无坚持 所以不利一切法 诸法寂灭 又何此地 他这里讲 什么是不利呢 不利的意思就是说 自信本来都是没有 我们一切 包括心的本性也好 一切万法的自信本来都是无非 不是什么有不清净的 过失等等 也是没有的 这就是我们《戒定会》里面的 然后无耻 在自信当中没有愚痴 无名 这就是智慧 慧 无乱 自信当中没有散乱 成调 这些都没有 这就是《戒定会》里面的定 自信当中没有这几个戒定会的违品 年年都是在般若的境界 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 常立法相 自由自在 常常都是远离了一切有相的相 自由自在 纵横净德 也就是说 这样的境界当中 实际上是来取 生死都是自由自在的 一切苦和乐对他来讲是无利无害的 自由自在的 对他来上下或者纵横 这些都得得到的 白色和黑色也好 上和下也好 前和后也好 这些对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纵横 完全平衡 非常困难的 大小也是可能没办法平等 上下也是很难平等的 很多的事情 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 不平衡的 不平等的 不快乐的这些因缘全部都是 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心的本性 真正认识到心的本性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哪里有不平啊 全都是平等的 这种平等并不是我眼睛看到的平等 或者我心里面 所谓虚假的一个平等 真正的平等的境界 我已经自己得到的 这个时候有什么颗粒的呢 我们所谓的粒 粒都是用分别念来粒的 其实禅宗的很多道理 如果用《大圆满的法界宝藏论》 或者《大圆满的诗相宝藏论》的间接来摄持的时候 我觉得禅宗是最好的一种解释方法 就是有了禅宗里面的个别词语 没有大圆满的一些教义来解释的话 恐怕也比较难 所以这次我虽然没有六祖坛经的传承 但是我觉得 尼玛巴的一些无上密法大圆满的间接 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 好像很多地方都是不谋而化 非常有相合的意义 自信自物可以说是一念顿物 一文千物 当你真正认识内观 当你内观的时候 自己可以顿然 那个时候一切的修行自然而然圆满 在这种境界当中没有所谓的前行 后行 真行 或者深渊次第 或者通过推理观察 因敏 中观 这些都不需要的 在真正的利根者 不要说像禅宗或者密法的根基者 中观音声派的利根者 这种根基面前 当下可以破除一切相 破除一切虚妄相的时候 一切不利 所以不利一切法 诸法寂灭 有何次第 真正的本性当中 就像《中观根本魂论》里面 也是直接抉择一切万法 直断 本来清净当中也是直断 当下断开 在这个当中不需要任何的次第法门 当然这种根基的人不是多数 说实在有些时候 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多 但是有没有呢 肯定是非常多的 禅宗根基的人也是相当多的 很多人因为不需要弯弯曲曲的路 他就直接有能力爬到山顶去 完全是直路上去的话 也完全可以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西方人 西方人对大圆满的直断 非常有信心 就非常有信心 只不过有些上师 可能他前面的这些过程他基础没有闻到 直接给他传说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否则有些完全是依靠信心来自己领悟的 这种现象非常多 禅宗也是如此的 在这种境界面前 没有次第的 禅宗没有次第的原因也是这一 因此六祖的 不共特点也是在这里 智诚礼拜 违缘次世 遭习不习 智诚开始进行对他顶礼膜拜 发愿一辈子都是当他的使者 本来是上师派他来得法 结果他都不走了 一直日日夜夜不懈怠 而且也当一个非常精进的使者 不是懈怠的使者 有些上师很轻快 使者特别懈怠 天天上师叫他起来 你快起来 快起来 不行 我还要再睡一会儿 坐晚上身体不好 我再睡一会儿 睡两个小时可不可以 不能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 当然上师们的显现不同吧 其实当时圣修让他去的话 也不一定是真的他需要从六祖那里得个传承 应该他通过这种方式 他可能愿意去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不一定去 因此他当时去的目的 不一定是依靠他来自己获得的 因为如果依靠其他人 他在得个传承的话 恐怕当时圣修大师不一定是愿意 不一定是需要的 所以他当时也是为了度化他到六祖那里去的 这是一个公案 下面讲的另外一个人 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下面讲的是圣智财 这个原来是江西人 他的本姓张 姓张 然后名字叫做信长 张先生 张信长 他是江西人 江西人 金乐长 然后烧人下 他意思是在烧年的时候 当下课 当一些维护正义的那种人 那么他实际上是保护一些 我们以前好像在历史上 也有很多小说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 他是为了一些保护比如说官员 保护一些僧人 也是不惜自己的一切 这些全力以赴地会做有意义的事情的那样的一个人 自南北分化而宗主 谁往彼于我而投虑尽其爱证 这个自从南宗和白宗 也就是说这两大牌分化之后 从整个禅宗的教义上已经变成了南宗和白宗 就变成了两大宗牌 一个是坚持者的宗牌 一个是顿悟者的宗牌 已经成了两个 这两个教主这两个大师虽然没有 他们两个之间彼此的一些竞争 彼此的一些矛盾 这些都是没有的 而徒女近妻 而他的弟子 这些教徒们 互相都是有盼壁 有各种竞争 也产生哀症 自古以来很多真正的一些 比如说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们 实际上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矛盾的 但是下面没有懂得如来密意的这些人 中间有很多的分歧 争执不息 最后也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很多教主的这些上师们 他们也是密意通体 可以说在他的密意没有什么矛盾的 不过很多教徒私下的 我昨天讲的一样 私下的这些教徒不知道上师们 或者教派的密意最后争来争去 非常大的分歧 其实这样的分歧也好 争论作为一个世间人来讲可能情有可缘吧 但是我们希望一般的一些佛教徒 不能因为自己我的上师 我的教派 而这个方面花大量的时间来说过失 这样不合理的 我们应该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一方面是用来自己闻思修行 这也是短暂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间 还有一个我们应该用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佛法如意宝 佛法甘露 怎么样跟有缘的众生分享 这方面下功夫 如果我们要说话 做很多事情 大量的时间应该用在这里 但是可惜的 现在末法时代很多的 尤其是到了佛佛教不是很兴盛的 这些大城市里面的时候 基本上佛教的教育方面去探讨 辩论 去互相了解 这样的人不是很多的 而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些把佛教当作一种产品来卖 有些把佛教当作一种奢侈品 有些把佛教当中 尤其是传教的这些上师们 好像是当作私有财产 然后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有各种各样的分歧 这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真正有这种分歧 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已经讲过 说是行论 争论处 夺起诸烦恼 席论和争论有的地方会起烦恼的 什么 智者当远离 智者应该是远离 而且当去百有训 应该去远离一百个有训 这是《大宝积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真正有戏论 有正论的话 一般真正的修行人 他可能不一定待在那里 作为智者应该会远离的 而远离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 上师之间也好 道友之间也好 或者上师与其他道友之间的一些争论 矛盾 那么你个人最好没有必要参与这些要远离 远离一百有训以上远离一百有训以上 连听也听不到这些争论 这也是很合理的 这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在各方面 没有特殊必要的时候 大家应该以合合为主吧 否则现在末法时代好像每个上师 都有自己的所谓道场 所谓的一些中心 寺院 把弟子作为我的弟子 他的弟子 然后弟子们也是争来争去 这样很多的是非 该弘扬的佛法不弘扬 不该的一些是非 一直传来传去 当然有些是各别的一些上师们 不管是真正的自相烦恼也好 显现也好 可能会是有的 但主要的可能也跟 采秦理也讲了 本身的角逐之间 彼此的争论没有的 但是下面的石头 开始产生各种增碍 坦诚 是北众门人自立修 思为第六座 而既诸诗传译为天下闻 乃诸心长乃词诗 诗心同欲知其诗 即知诗 今十两欲作见 他这里说 在这个时候 这个北众的门人 自己认为他们的修大师 实际上是第六座 他虽然没有得到一部的传承 但是他们自己认为 因为当时确实也是 他的威望 他的眷属 各方面的能力 可以当得上禅宗一代祖师 这样的话 他的弟子们都认为 其实很多弟子也是特别过于对上师的赞叹 不是很合理的 以后不管是哪一个信任 对自己上师的赞叹最好不要有一些夸大气词 你根本没有看过的这些东西 你不要用其他的一些故事夹在自己的上师 其他你就看到了老鹰飞的故事的时候 上师也是用垃圾皮弹 已经飞来飞去 老虎跳的时候 你说我的上师也是跳得很厉害的 扇到这边 跳到那边去了 这种方式来别的一些故事 假设自己的上师可能确实他没有这些功德 反而对他的事业都不好 所以当时你看修大师的弟子们把他当作六祖 然后他们特别讨厌那些祖师传一波的 因为这个五祖把一波传给六祖了 灰冷了 但是这件事情害怕天下的人都知道 他们特别担心这件事情 后来他们就特意祝福 刚才不是张先生 信长来刺杀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本来也有他心通 他真的有他心通呢 还是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 但上师们后来 这个可能也有各种情况吧 也许是他真的有他心通 也许是他也觉得可能随时都做好准备 不然的话可能有点危险 他自己也是 包括各方面的信息不太妙 所以他可能发现 遲早也会发生这件事情 他就一直准备了十两黄金放在自己的床边 随时都是等着 随时都是在准备着 然后十一目信长如注尸 将欲加害 寿净九知 信长悔人在山 悉无所顺 有一天晚上 晚上的时候 刚才张信长开始入到六祖大师的巫师里面进了 他就打算准备想害他 杀死他 这个时候其实六祖大师的确也是个非常大的成就者 然后他伸出自己的脖子 让他可以直接看下去 就靠近他 救着就靠近他 然后那个心长他就挥舞宝剑 开始给他看了山下 但是一点 丝毫也没有损害到 就像龙猛菩萨当时 龙猛菩萨跟罗行王的儿子 他用箭 也是看龙猛菩萨的头 结果他说 我用刀看来看人的异熟业 我早已经清净完了 这个可能没办法的 如果你真的想杀我的话 可能我以前割草的时候杀虫 那个业没有清净 所以你用吉祥草来割的话 也许可能会断掉我的头会这样说的一样 他当时怎么样用宝剑来对他进行看的话 没有能看上 那这个时候六祖大师施语 正见不邪 邪见不障 知福如今 不服如明 他说 正见不邪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拿着宝剑来开始看它 但实际上他真理用箭来说吧 用真的可能写不了写的也是正不了 从事实上真理永远都是一种纯净的 所以你正见的话想用箭来杀害我的话 也不能成功的用邪见的话 他也不可能能真正的大德毁坏的 意思就是说他的纯净没办法染污的 而染污也不能变成清净的 他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是这个我看了一下 一些其他前辈的大德他们的解释 都没有基本上解释的 但这个解释可能意思就是说 因为当时六祖大师他实际上是真正的传人 他们想把真正的传人通过宝剑把它割掉 不是真正一波的传人 也就是说他的修大师作为六祖 但这个事情其实是正见也是不可能写的 而这个斜见也不可能变成正的 比如说你修大师他当六祖的话 他只是不现实的 六祖有他的一个 还有度化众生的因缘 这个用宝剑来割掉的话就没有办法的 它可能有很多甚深的意义吧 六祖说我只有对你有金钱的一些负责 也是我给你钱的金钱黄金 而没有给你钱的名名我没有 钱时也是没有 所以当时可能长信的话 从他的钱时对他有一些金钱需要换上债 而这个名六祖和他之间没有的 所以一方面刚才那个宝剑也是没有看上 另一方面他也是后来通过黄金来让他打掉 那么长信近仆久而放寿 这个长信心长就开始很害怕 因为当时他看了也是没有看到 而且觉得他当时自己特别惊慌 后来倒在地上很长时间没有寿醒过来 寿醒了以后就爱回国 寄缘出家人 醒过来以后他就开始进行忏悔 他说我在你面前当一个出家人 你什么出家人啊 你看 来杀上师还想当出家人呢 四十一惊愿 如其去空土种凡 海域如 如可他踏日 一心而来 无当色素 当时上师还是很慈悲的 本来拿着宝剑准备看他的头 看了三下结果没有看掉他还想出家 然后上师一方面把刚才十两黄金给给他了 他已经发财了 然后就说到了你现在暂时还是离开 因为担心我这边的这些弟子们 他们特别地爱我 你如果这件事情发现他们肯定会把你杀死的 你虽然没有砍掉我 但是你自己的头恐怕有点危险 所以你的宝剑来砍你的头可能比较容易了 所以很容易这样的你暂时还是离开这里 然后到后来 改日的时候一心而来 一心而来你就改变一种形象吧 你现在是在家人 拿着宝剑的一个凶手一样黑社会的人 以后你就变成一个非常慈祥的 穿着袈裟的光头这样一心而来的话 那就可能我也可以舍舍你 其实六祖大师确实是他的悲心有些地方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吧 可能我也在想 我刚才还没有来之前看了一下 想一想 如果别人来开始准备杀我 他完了以后不杀了 那我出家的话我的态度是什么样 肯定很不好的 所以你们当中很多人也许可能像我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跟六祖的这种境界比较远吧 境界有点这个 那么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长行并置小顿 后头生出家 聚劫精进 心肠听到六祖的知识之后 当天晚上已经离开了 他到别的一些出家人那里去 开始要剃脱 先出家乡 并且具有戒律 修行也非常认真 有时候人也是扮演各种绝世 你看 拿着宝剑准备杀六祖 没有成功的话又跑到别的出家那里去 开始当出家 修经济 而且他后来是成就者 后来是开悟者 有时候大家以前可能在家的时候也好 没有学佛的时候的有些罪业通过佛门来好好地忏悔 也有清净之时日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知识 那么有一日以思之言 原来离清 那么有一天 刚才那个心肠 他就想起了六祖的这些教言 他当时说你暂时离开 以后改行而来 这句话就开始想起来了 然后就很远的地方来到六祖那里 开始进行顶礼十月五九年如 如何来晚 他说 我也特别想你 想了很长时间你怎么来得那么晚呢 等了好长时间哦 六祖还可以吗 然后心肠他这样讲的 做梦和尚舍罪 今遍出家苦于心 难终难报得 其未传法度胜负 这个张心肠 现在是个出家人是吧 不知道他发明是什么 他说 你以前我对和尚做得特别过分 你就原谅了我 谢罪 非常地感谢你 我今天已经变成了出家乡 按照你的要求 我也是先出家乡来到你面前 那么出家之后苦心 但是怎么样苦心的话 很难以报道你的恩德 确实当时因为无名愚痴开始准备杀你 但后来自己也是 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之后 觉得你的恩德特别特别大 那么我现在唯一的报道你的恩德方法 唯有地传授佛法 度化众生 只有这样 所以这个张心还是无信比较高的 我们上师如意宝在见到麦彭仁波切的时候 也是说真正地报道上师的恩德 唯一的方法就是传法和度化众生 其实我们后学者 每一个人也可能在自己生命当中有不同的上师 这些上师们对你的恩德用金钱 用财富 通过一些身体的成事 这些来做不一定能报得到 说实在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通过对上师的历生事业 做很多贡献 也是对上师最大的一种报道恩德的方法 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其为传法度胜佛 最重要的 我现在他当时也特别感恩六祖 他不但是对他没有放弃 而且他还要让他开许 并且他还奢侈来到这里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弟子没发现 还比较危险 因为他原来的这些行为特别可怕 其实我们以后也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吧 好像《六祖坛经》的另一个注释里面 也有引用了一些佛经的教证 说是 若不传法利众 毕竟无能胜报者 如果没有传授佛法利益众生 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佛的恩德和对上师的恩德 都没有办法报 因此我原来想念上师的歌 在这里面 后面也是 主要是自己从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吧 因为上师已经现在不在身边了 我现在报到的话 可能再怎么样也是没办法的 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恩人 但是所有的恩人当中应该上师给我的法恩 乃至生生世世有价值的 其他很多的知识也好 财物也好 这是短暂的几十年或者多少年的事情 因此也是一种内心的感悟 内心的一种呼唤 那么我们平时能通过佛法来利益众生 这对众生来讲也是更重要的 其他金钱的利益也好 地位的利益也好 或者平时有些人特别伤心的时候 给他说安慰两句的语言 对我利益特别大 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给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语言 有些人 但这个也是暂时的一种止痛而已 真正的利益用佛法来利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佛《本行经》当中也是说了 传佛指点 最利益于世 传授佛的点解 佛的这种法最利益的 受则蒙大清 润及一切生 他的接受者 他蒙受的最大的利益 不是我们暂时的一种心理快乐 不是这样的 而且他永远滋润一切的生命 所以我们现在 可能来自有生之念当中 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每一个人的缘分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确实有弘法力生 非常广大的因缘 有些人不一定有这样的 但是总的来讲 我们还是在生命当中 哪怕是一个人短暂的时间当中 对他有一点点的利益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 我们在坐车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人 他从来不信仰佛教的话 让他念一句 欧玛尼巴美红啊 这样的话 这也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 但是这个也需要一种善加方便 我们也不能看到谁都是让他学佛 有个别人看到谁都是你学我 你学我 全部拿来 全部拽来拽去 这也是可能不合理的 需要一种途径 不然佛教徒太过于的一些男人 这样的话不是很好的 因此有些人认为可能修行很重要 闻思很重要 当然闻思和修行也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我也经常包括我们在这里的一些发心人员 经常也是跟发心人员讲 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候 现在这样科技化的一种信息化的时代当中 我们大乘佛教徒全部都是只观自己的修行 这样的话可能很多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保护佛法和利益众生的许多机缘 现在在网络上 现在在一些电脑上 稍微你的指头动一动地 有成千上万个人得到佛教的利益 我想这种利益恐怕在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 好多少个时代当中千百万劫当中 恐怕不一定利益得到的 现在是特殊的一个幻化世界 在这个幻化世界我们用佛法来饶益 这个是在梦中范围当中确实也是超越了什么呢 超越了我们自己独自的一种修行 《地藏十论经》当中也是讲过 说是千句句子中智者清修顶 在千百万的句子当中智者有些 他尽情地修行禅顶 所生生觉知不如护我法 他所产生的这些觉知和功德 根本不如短暂的时间当中护持 释迦牟尼佛说 我的教法 护持和弘扬或者传播这样的法 现在是特别好的一种方便方法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边的 有些身边的发心人员也是特别辛苦 说实在非常辛苦 但是有时候只要能利益众生 他们辛苦一点也是值得 我辛苦一点也是值得 所以我有时候想 以前五六年前的一些广盘 五六年前的有些法本 现在翻开一看 哇 确实是 那么这个还是不管怎么样 里面所讲的都是纯纯的佛法 那这些佛法多少个愚昧众生 如果知道的话 对他的身心 对他真正的生活有所变化 那这就是我获得人身的核心价值 我们现在世间上经常讲人身的核心价值 什么叫做核心价值呢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为了吃饭呢 也不一定 为了吃饭而活着 可能跟乞丐也没有什么多大差别 只不过是他执著地 跟我们生活的标准比较高一点的 目标不同而已 实际上痛苦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乞丐中午吃饭的时候 对他的一顿饭他也是很苦难的 而有钱的人他也是为了这一顿饭而活着 那我们只有一个乞丐的理想了 因此我们要真正的一些利他的精神 我希望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可以以有限的生命来做无限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不是非常伟大的人 但是我想每个人依靠一种利他的伟大的心 即使做一个特别微不足道的微小的事情 但最终因为我们离他的发心所舍持的原因 他就成为一个非常诸佛菩萨那样伟大的事业 这就是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 应该说是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什么都没有做今天我这样离世非常灰心 伤心 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饶益一部分众生 那即使你没有做什么其他的 非常大的一些丰功危机实际上应该有意义的 这是我的一种想法希望将来每个人的一些价值观 一方面不要停留在一个口头上 应该实际行动当中要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否则我们修行人天天讲得特别特别漂亮 现在的个别有些人一样讲得特别特别漂亮 做的时候自己也不做 别人也不做 就是什么机会全部都已经 因为很多机会它只限于意识 你没有抓住它都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前几年对贫困学生的一些执著工作 虽然在做的过程当中很辛苦 但是我好像每年都很有兴趣 我想我没有做的话 我可能来到这个世界没有机会帮助这些人 所以我想每个人有时候利他的机会 自己也应该可能要抓住 基于没有抓住的话以后就不复再来 讲什么 刚才这个是他当时 他怎么样报道上师的恩德呢 他是传法和利众生这样讲的 弟子长难《涅槃经》 微笑长无常义 其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他说 他可能出家以后吧 以前不知道他经常看不看《涅槃经》 他说我经常看《涅槃经》 然后其中《涅槃经》当中所讲到的 常和无常的意义不是特别明白 希望和尚给我讲说 因为《涅槃经》当中说 一切有为皆是无常的 虚空是无为法 佛心也是无为法 所以他是常有的 他讲一些常和无常 关于在这方面讲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他好像是常和无常的意义不是很懂 因此让大师给他进行略微解说 略微解说能不能他懂啊 诗语 《无常者即是佛心也》 《有常者即是一切善业诸法分别心也》 他说 上师说 所谓的无常就是佛心 如来藏 然后所谓的常有 善 恶 我们的一些心和心所分别念 这些都是常有的 这个时候弟子就已经蒙了 弟子就已经 啊 什么了 他也可能大概都懂一下 有些是事态性的问问题 不是真正的不懂 有些人他自己理解的东西就去问的 他说 和尚所说大为经文 大和尚慈悲啊 你所说的跟佛陀的佛经大有香味 这是根本不合理的 你看他还是看了 因为他经常语《涅槃经》嘛 四月我传佛心音 按甘违域佛经 六祖说我已经获得了佛的遗传 佛的心音加持 佛的密意 我还是懂得的 怎么会甘违域佛经的甚深密意啊 怎么不会违背的 我这样说是非常合理的 弟子就这样说的 经说佛心是常 和尚却也无常 善恶诸法开始辩论了 《涅槃经》里面说 如来藏佛心都是常有的 今天就是和尚 你老人家不是说的是无常吗 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 佛经里面说善恶 包括菩提心 悲心 痴心 全部都是无常的 皆是无常 和尚缺言是常 何尚大和尚你刚才不是说是一切善恶 包括分别念全是常有的 刺激香味 令学人 专家义获 他说这样一说的话 肯定是香味的 你看佛经 我刚才不是引用了吗 一切有为皆是无常的 虚空是无为的 佛心也是无为的 十股为常有 《涅槃经》的原文也是这样讲的 佛经里面明明讲 佛心是无为法 它是常有的 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但是你说的这两个完全是现化的 本来我有点迷惑的 现在你这样一说的话 我这个体字也更加糊涂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干脆没有问好一点 你这样一问的话 我现在不知所长了 然后六咒大师说过 你不要这样伤心 没事 他说 《涅槃经》 我习听你五经藏读诵一遍 六咒大师不是 原来刚开始我们前面也是有吧 他当时《涅槃经》的这部经典 我曾经在有一个比丘里叫做五经藏 在五经藏他在读 读完了以后他也不知道其中的意义 我不认识字 他变读 我变解释他的意义过 也是我们前面学过一遍 变为讲座 而且我让他变读 我来讲过一遍 无一字意义不合经义 我当时一个字一个意义也是没有不合经义的 我说的全部都是非常符合经义的 乃至为如中无二所 今天给你这样讲 如来藏是无常的 佛性是无常的 而其他的万法是常有的 那这个说法也是完全是适合经义的 没有什么不合一的 他这样一说 弟子就更加迷惑了 然后怎么讲的呢 诗语 弟子就这样说的 学人十两谦卑 和尚外娶开世 这个弟子的确也是骷髅寡闻 这种见识非常浅薄 愚昧 和尚你可能再详细地 整个原味 密意给我详细地讲出来 不然现在这样一讲确实有点不懂 如来藏是无常的 佛性是无常的 一切善和恶和这样的全部常有的话 那这个说法恐怕是不合理的吧 是不是如来藏是常有 你们怎么讲的 是不是常有佛性 常有还是无常 常有 常有啊 那你认为六祖不懂啊 那常有 六祖不懂是吧 就是他的讲法跟那个保性无常的概念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这说讲的这个常是跟无常小灌带的常 灌带的常是什么 就是在面围当中的常 明言当中的常还是无常 你说的如来藏是常有是 是明言当中的常有还是神义当中的常有 如来藏是神义当中的 神义当中还有常有的东西吗 对 因为在第三转法轮当中如来藏是常有 第三转法轮当中如来藏的常有是 在神义当中是常有还是世俗当中常有 第三转法轮还有一个神义当中的常有 第三转是神义 第三转的神义是什么 就是在神义当中 是将而现象完全相闻 可以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再次思维一下下面就是 广告以后讲啊 说明说的 这种词《学生活的神义当中》 说明说 它是常有的 所以说明说明说的 它是常有的 等于 常有的 在身边的偶像 departments 它是常有的 在身边的 从流动上 在什么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